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脸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看前YouTube博主榜首 2019年他缠连了冠军 8岁的Ryan在3岁时就在父母的帮助下 开始运行YouTube频道 Ryan Toys Review 上传的大多是Ryan玩玩具的开箱测评的视频 还有一些Ryan玩父母做的一支小游戏的小日常等等 就这样吸引了大批粉丝关注 后面频道敏感为Ryan's World 视频内容也多样化了 除了玩具测评 还增加了一些简单有趣的科学小实验 Ryan是名副其实的玩具带货王测评过的玩具 小朋友都会想争相购买 看准了商机Ryan推出一百多种独家玩具 还有服装、漱口水等等各种周边产品 而且现在Ryan不仅活跃在YouTube 还在当地电视台拥有自己的节目 不久之后还将会和美国视频网站巨头 Julu有合作 这些YouTube上榜博主 年收入都在一亿人民币上下 通过做内容和传播 比大量通过跨境电商销售实体产品的卖家收入和利润都要好得多 各位跨境电商行业的朋友 一边和博主打交道 让博主带货或代言 一边也不妨学习一下博主做内容的创意和套路 有朝一日把中国原创的创意带到世界 建立有世界影响力的频道 那也绝对是一件有名有利的好事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